为什么家庭不和 如何在家里修六合金 家里不和的原因 自己要去找 把原因找出来 把原因消除 你一家了就和睦了 那么大概 这因素是很多的 一般的因素都是 不懂得互相的谅解 如果能够互相谅解 互相容忍 不要专看别人的过失 要能够包容 我想就能够和睦相处了 《百六族谈经》里面 慧能大肆讲 若真你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个是很好的教育 不见世间过 不是我们眼睛有的问题 世间人 好歹我们都不知道 学佛不学成别吃了 颜对着 一切人死无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要把一切故事 放在心上 这叫做不见世间过 不要放在心上 看到别人的故事 自己要有慈悲心 要有怜悯心 要有智慧 善巧方便 帮助他 改悟向上 帮助他 专迷为悟 这才是真正的自读读他 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自读读他 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自读读他